今年1月 拥有128年历史的国家地理杂志 邀请一位9岁小孩担任封面人物 Avery Jackson Jackson是跨性别者 生理上是男孩 但他认为自己是女孩 他的母亲是传统的女性 为了女儿 他开始研究 学习什么是跨性别 因为他知道 作为父母最大的任务就是 支持与照顾子女 听起来是一件很美丽的故事 但Jackson在未来的人生录像 还得面对很多挑战 根据美国跨性别平等中心 2015年的调查报告 百分之七十七的跨性别者 从小到大曾受到同学 甚至学校失掌的欺负 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曾遭受过暴力攻击 百分之十七的人 受不了歧视和霸凌而离开了学校 甚至有百分之四十的跨性别者 在人生中曾有过自杀经验 比全美平均高出九倍 但不平等对待 不只停留在学校中 过去一年中 有超过一半的跨性别者 刻意不在公共场合上厕所 只因为他们想避免一些 曾遇到的冲突或问题 想上厕所就上厕所啊 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 不是 这个社会该怎么做 才能让跨性别者 也能享受其他人的理所当然呢 或许我们能做第一步是 从身边做起 营造一个让他们可以轻松说出 自己是跨性别者的环境 光这步就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统计 有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的跨性别者 连在父母兄弟姐妹面前 都得隐瞒心下 但有家庭支持的跨性别者 自杀率降低百分之十七 其他的负面经历也都有显著下降 我们很难选择自己的生理性别 但我们可以选择去支持 每个人的性别认同 这样的支持不是让他们过得更好 只是让他们过得跟我们一样 不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